我整个就是为了特别想整个那个都教授那种样子 农村小伙儿被韩剧洗脑 一心卖肾整容变都教授 还要拍戏当演员一夜成名 我比那些狗屁明星更有演技天赋 只是颜值不行 眼前这个男人名叫刘晓通 家住农村初中学历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看了韩剧《来自星星的你》 一下就爱上了都教授 秉着爱他就要成为他的理念 2014年6月 男人在网吧不断搜索整形医院挨个咨询 我没钱 你们那边接受免费诊容吗 或者你帮我找个卖肾的地方 这一非法请求被十几家整形机构当即回绝 只有上海一家整形医院同意会诊 小通乐乐的屁叠屁叠的前往医院 噼里啪啦一通说 全国的话这边太粗粗了 摸出来也太阴朗了 太刚硬了 突出来嫌老特别嫌老 嘴唇的话嘴唇你看 测测测看的话 翘的跟雷阵子一样 我整个就是为了特别想整个那个 都叫做那种的 两眼之间的距离太近了 眼角开大一点显得有气质 太阳雪下凹了填充一下 这颧骨也可以削一点 下巴太尖了我想换一下 脸型也不大好看 嘴唇还有一点翘 这样可以显得更年轻一点 按照小通的预想 整完后的效果最好无限接近韩国明星 这样他就能凭借自己高超的颜值和表演天赋 一夜爆红改变命运 但整容医生在会诊后 拒绝了这一箩筐的要求 他们认为男人的问题不在相貌 而是出在心理上 即便做了手术 很有可能还是不满意 而且不管从哪个角度看 刘小通的颜值都还算可以 没有口外眼斜 也没有什么胎记 根本不像他说的那么丑陋不堪 必须整容 他的这种心理 倒是和医学上的体相障碍非常类似 应该去看一下心理医生 听到医生的建议 刘小通大发雷霆 我心理上有创伤 不代表我心理上有问题 男人称自己前半生 所有的失败和挫折 都是因为自己长得太丑了 因为这张丑脸 他上学时被同学吵小欺凌 进社会后找不到工作 四年换了十几份工作 大多在酒店和工厂做工 最长的三四个月 最短的不到一个月 听着别人说 自己长得像一个外星人 老人家 丑八怪 男人感觉自尊被人扔在地上 疯狂践踏 最关键的是 刘小通认为自己 很有当演员的天赋 如果整得帅一点 中国影坛 一定可以再出一个影地 男人一再坚持 医生只能退一步劝解 如果整容费用特别高怎么办 刘小通不假思索 称自己会卖掉一颗肾 现在已经在联系买家了 如果还缺钱 我还可以把其他的器官也卖掉 靠家伙 语不惊人死不休 医生一听 瞬间从震惊变成了害怕 连忙白手拒绝 眼瞅着没有整形医院同意手术 刘小通不死心 找到节目组寻求帮助 说明整容诉求 坚决不承认自己心里有问题 为此节目组特意请来整容专家 现场诊断 他跟杜教授可是差的有点十万八千里 假如想整的话 可能是要把整形外科教科书 从第一章第一节 都从头来 一般我的习惯 他在北京就送到安定医院 或者回龙观医院 就是精神科技做 心理测试和精神鉴定去 是绝对不能到我这个层面来 整容是不可能的 秉着救人为先的原则 医生帮刘小通联系了心理医生 一番交谈 男人慢慢吐露出心理压抑多年的悲伤 据他回忆 上小学时 同学拉帮结派抱团取暖 因嫌弃小通长得丑 统统拒绝加入 渐渐的 他成了班里的隐形人 加上自己来自农村 心里变得更加自卑 上了初中后 同学经常围着他大喊大骂 男人本就不开朗的性格 变得更加极端 说话从来不正眼看人 不断放大自己的疼痛 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无法自拔 容貌焦虑越来越严重 没事就窝在家里看电视 看着看着 他感觉自己很有演艺天赋 和那些明星比 就差了一张脸 为了帮助男人走出阴影 达成心愿 专家帮忙联系了一个剧组 安排刘小通 做一个没有任何台词的龙套演员 换上衣服 头发梳成大人模样 男人感觉自己像个少爷 整个人都舒畅了不少 本以为满足了愿望 刘小通就可以安稳生活 好好努力 结果万万没想到 男人却认为这个龙套角色 只是单纯过了把小隐 并不能真实展示出 真正的表演天赋 自己的演技适合更大的舞台 节目组一听 当机立端 找来一位老师和他搭戏 在舞台上重现 都教授的经典片段 刘小通始料未急 不清楚演员还要背台词 我太穷了 没有条件准备 如果换一场戏 一定可以表现得很好 节目组二话不说 请来表演专家现场考核 即兴表演一个亲人重逢 大哭大笑的片段 几波折腾 刘小通慢慢发现 自己似乎并没有 那么高的表演天赋 但对于整容 他还是不愿放弃 依旧坚信 自己人生的失败 全都因为这张脸 为了帮助男人重新认识自己 对颜值有进一步的认知 心理专家随即安排一位路人 和刘小通一起向 心理画像专家描述他的长相 经过对比 两幅画差异明显 小通眼里的自己 阴暗苦涩 见不得阳光 而路人眼中的他 却是个妥妥的开朗少年 很有亲和力 在心理专家的开导下 小通慢慢放下自己的心结 认清问题 并打消了卖慎的念头 爱美之心人人有 你就是你 切莫为了他人的评价 逐渐迷失 丢了自己 整容整到亲妈都不认识 是种什么样的体验 这是泰国的一档素人改造节目 节目组层层层挑选出 一些相貌欠佳 或者有着明显容貌缺陷的人 一对一 现场逼惨 最后被选中的人 将前往韩国 华丽大变身 有请第一位 案例出场 胡弄咕咕咕咕咕咕咕的 22岁 人色外貌 斜拔子哥 浓眉大眼 小V脸 猛的一看很刺激 就是 V的有点长 还有点偏 脸上坑坑洼洼 宛如月球表面 俩眼一大一小 看起来些凶 因为这张脸 斜拔子哥打小就受了不少委屈 读书时经常有小孩 指着自己大喊丑八怪 长大后进入职场工作 同时虽然明面上不说啥 但眼神稍微有一丢丢一样 周围嘴碎的人 更是议论纷纷 言语攻击 或许 下辈子你的脸会好看点吧 你这样还怎么找女朋友啊 你的脸真丑啊 你还别说 斜拔子哥还真找到了女朋友 第一任 线上相识相知相恋 都不能自拔 不久 女孩打着爱的旗号 要手机 包包和money 小哥毫不犹豫 买买买 结果下班回到家 打开门一看 家里空空荡荡 只剩个电冰箱 榨干吃惊 无情抛弃 从那以后 他发誓再也不相信女人 他们对我 倒不是真心的 第二任女友 仍旧可往上认识的 对方是个变性人 知冷知热 十分乖巧 虽然两人没钱 没房 租住在出租屋 但感情杆杆的 目前已相恋三年 生活一般 有人陪伴 内心不再那么空虚 但即便如此 邪拔子哥 仍十分自卑 抬不起头 尤其是在吃饭的时候 由于天生的下颌不畸形 他的下巴 打从娘开里出来 就长那样 无法正常咀嚼 每次吃饭 都会把食物弄得到处都是 嘴边动不动 就挂着一丝丝 透明活泼的口水 为了避免 别人看到自己干饭 是邋遢丑陋的样子 小哥总是避开同事 端着饭盒 找一个没人的角落 埋头干饭 他想去整容 想变得和常人一样 不再为自己的容貌 感到羞耻 奈何 薪水微薄 有心无力 好在运气还算不错 经过一系列比拼 斜拔子哥脱颖而出 被节目组选中 经初步会诊 小哥是下颌偏颌畸畸形 是颌骨畸形中 极为常见的一类 下颌骨长短不一 面目不对称 下颌前凸 咬颌错乱 变身第一步 需要进行下颌 始状劈开术 说人话 就是劈开下颌 后退旋转 截除多余骨质 打磨光滑 止血缝合 瞬间肿了好几个size 初步消肿后 斜拔子哥拉了个双脸皮 融了个高鼻梁 皮肤整了整美白 顺带直了个发 并向唾液线 注射了肉毒杆菌 前前后后 十余次改造 三个月后 大便活着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三二五 挖了个惨 斜拔子哥 暴改韩国欧巴 就问你服不服 扭曲了下巴消失不见 脸部轮廓更加精致 这哪是整容啊 明明是换头 就是感觉些微 有那么一点点 猪钢烈油 咋的 散粉要钱吗 改头换面 逆转人生 鲜拔子哥摇身一变 从玩人弦的臭屌丝 逆袭成韩国尔巴 太过难磨 帅到连亲妈都认不出 广受欢迎 朋友无数 但是他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 即使一夜成名 也仍旧与变性恋人在一起 有请下一位大便活人 眼镜妹 21岁 父亲外遇不知所踪 母女俩相依为命 为了维持家庭生计 妈妈一个人打了几份工 身体每况愈下 妹只看在眼里腾在心里 拼命学习 用功读书 每一颗都拿到了奖学金 她相信知识改变命运 梦想着长大后成为明星 结果遭到了同学们的嘲笑 大喊歪嘴 不断讽刺 嘿 丑八怪 你的牙像恐龙一样 因为牙齿的问题 妹只极力控制微笑 导致经常板着脸 下一秒 同学右上落桌写小纸条开喷 装什么高冷 因为自己很美吗 一张嘴真是臭死了 在那些傻叉的造作下 妹只一直很自卑 无法自信面对人生 其实抛开滤镜 人家的底子很不赖嘛 皮肤很好 高高射瘦的 一番比拼 眼镜妹成功被节目组选中 初步面诊 医生认为 妹只先天偏和是最大的问题 其次是五官扁平 单眼皮无神 鼻翼些宽 鼻头肥大 皮肤有些灰暗无光 一番检查 太寒两国整形天团 为其量身制定了改造方案 扇形双眼皮 调整下颌骨 加高山根 缩小鼻翼 脂肪填充 等着等 前方何能 从很好看 变身超好看 腿经实锤 暴改大美女 我的狗眼要被美下来 美得好像那谁啊 变身后的妹只 终于可以自信面对生活 迎接不一样的人生 回头率直接加 1008611 有人建议进娱乐圈 但是被她拒绝了 我只想享受一下 当正常女生的感觉 好家伙 正常 嗯 我只等乡野村夫 再照照镜子 大漂亮 32岁 车灯大有亮 内衣全定制 一左一右13斤 扫扫腮红 打打底 出门就是焦点 屋里咔嚓一顿牌 裹大又白 闪下双眼 就是不能跑 不能跳 吃饭能当桌 衣服搂不住 携带系不上 锻炼挤得慌 下腰起不来 想给闺女爱得抱抱 结果一胸扛飞天际 哎 胸大也是种烦恼 人家爱吃 她挺登打高 十九 第一次改装 前前后后花160万 做了22次手术 从M到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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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成功变成了一个三脚架 甚至移除肋骨 来适应俩大灯 结果因为负担太重 大漂亮下背 常年酸痛 胸部有种灼热感 甚至一度感染 需要紧急手术来挽救生命 醒来后的她微微一笑 这不够大 实在太太太小了 为了进一步扩大规模 大漂亮准备进行第23次手术 但因为超重 美国没有医生愿意为她手术 妹子一咬牙一跺脚 决定去巴西 装个200瓦超大超辆车灯 豪华配置 顶级扩容 站哪伸手都打不着人 朋友一听 两脸懵逼 好言相劝 先体检再决定 为了打消好友顾虑 早点启程 大漂亮来到诊所 检查身体 好消息是 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但是 甲体的一小部分 被身体识别为异物 所以 某些区域会有些疼痛 如果再次扩建 一切玩完 大漂亮有些犹豫 再三思索 决定寻找办法改良车灯 但扩建 永无止境 关注我 带你看更多奇葩怪癖 这位谅姐有点沉 一左一右 十九斤 胸之大 俩手脱不下 走两步一哆嗦 低头看不见脚 上次低头看见脚 只还是在上次 啥 衣服没口的 不用愁 俩杯一放 直接当酒桌 勺子 瓜子 矿泉水 喷雾 跳声 手机平板 应有尽有 要啥有啥 出门shopping 不用带钱包 直接从心口掏出money 低 耍咖 两车灯 扑通扑通 在狂跳 大家暗中瞩目 流连忘返 身边 哭里咖啥 全是偷拍 请 麻烦关一下闪光灯啊 谅姐今年45 有6个可爱的宰蛋 年轻村口一枝花 肤白貌美大长腿 后来咋看咋不顺眼 前后花25万美元 做了29到30次手术 包括12次龙胸 两次腹部拉皮 三次巴西提臀 三次全身支塑形 和不知道做了几次的硅胶嘴唇 普遍撒网 整体改变 力求打造世界上最big的塑料身体 经过几年努力 谅姐从A变G 到不知道几最后手工定制大不让 躺下胸口碎大石 起不来身喘不上气 坐着 哐当放桌保持平衡 吃完饭擦擦嘴 还得擦擦大车灯 睡觉只能拿四五个枕头垫着睡 开车也得拿枕头 晚上关上灯 拿出手电筒 蹬得蹬 surprise 呀 夜光南瓜灯 因为太过前途后翘 谅姐没一件衣服能套得上 长袖直接穿成露背装 闺女一个飞扑想抱抱 结果眼前一片漆黑 五秒后重见光明 结果一不留神 老妈转身弯腰 砰 一屁股直接被掘飞 儿子忧心忡忡 担心母亲身体 三番五次弹心劝说 没声响 人谅姐摆摆手 No 还不够 大兄永无止境 to be number one 他四处筹集资金 打算把身材翻个背 从棒球升到篮球 家人轮番劝说 狂轰滥炸 谅姐思来想去 决定做出让步 交给医生决定 麻牛换装 按压两尺寸 经检查 车灯一切健康 没有肿块 谋不良反应 总体看起来不错 但是 这玩意儿相当于 一个定时炸弹 如果继续扩大规模 就会遇到感染 和各种各样的问题 极有可能造成 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 谅姐一脸震惊 毫不在意 你的话 我相信 但我不接受 这位妹子很奇葩 狂砸百万 做五次手术 屁股越来越大 甚至可以坐下一个人 女孩名叫纳塔莎 出生于塞尔维亚 17岁时搬到瑞典 哥德堡 一次偶然的机会 她意外在杂志上 看到了曲线优美的 名人照片 从此便迷上了 沙漏型身藏 立志拥有世界第一大屁股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纳塔莎不惜倾家荡产 29岁就狂砸百万 疯乳疯唇 还做了五次巴西臀部手术 不仅尺寸要世界最大 臀部弧线也要非常sexy 一波努力 纳塔莎的臀尾达到了两米 每天早上睁开眼的第一件事 就是照镜子 从头到尾仔细欣赏 她觉得这还远远不够 准备封个胸 并进行第六次臀部整形手术 将臀尾提升至三米 打破世界纪录 为了获得手术需要的额外脂肪 女人每天吃披萨 冰淇淋 巧克力酱等高热量食品 配上规律运动进行增重 医生好心劝说 担心植入物太大 危及生命 纳塔莎白白手 毫不在意 完全停不下来 即便有生命危险 也要继续做风筒手术 由于屁股实在是太太太太大了 出门坐飞机要坐两张椅子 凭一己之力 坐碎了床和凳子都是常有的事 甚至还经常误伤路人甲 一个转身 直接一屁股把人家撅飞 很多男性觉得很恐怖 选择避而言之 我不会和大屁股一起约会 纳塔莎就此单身了七年 每天在社交平台上狂秀身材 十分坚定目标 男人都害怕我 因为我太追求完美了 想要好身材 想要个性 想要一切 手术其实没那么危险 只是对自己的脂肪进行转移 我有自己的网站和社交账号 粉丝一直很支持我 给我两百块钱 让这个男人做你的男朋友 你愿意吗 这是日本最强长容狂魔 三年花两亿 把自己整成冲击娃娃 瞧这深醉的眼睛 鼻挺的鼻梁 尖尖的下巴 比性取向还直的发际线 蛇睛见了 都要跪下磕头喊跌 眼前这个男人的名叫桑田将司 虽然他很喜欢大家叫他的英文名mart 但我们还是叫他僵尸吧 僵尸的父亲 是日本著名棒球运动员桑田真诚 曾效力于日本中央联盟的独卖巨人队 是日本棒球界的传奇人物 号称战后最强高中投手 母亲也是日本人 作为家中最小的孩子 僵尸打小就非常受宠 不愁吃喝 每月零花钱 随手就是七万打底 小学距离他家只有五分钟 父亲车接车送 没空时就打出租车 导致他直到高中都不会坐地铁 15岁才在老师的鼓励下 第一次尝试 由于父亲职业的特殊性 家里一直期望僵尸能够紫成副业 每日培训 监督催促 硬拉着他打了六年的棒球 可惜僵尸治不在此 经常故意把鼻子捣出鼻血来卖惨 无奈 家人只好放手散养 得到自由后 僵尸开始做模特拍照片 写写音乐 上上综艺 和大家分享一些美容技巧 偶尔整点仿装cosplay一下 素颜说不上丑 也算不上帅 整体来说还算正常 2017年 大家发现僵尸 敲摸变了样 圆脸削尖 鼻子做窄 鼻孔精致 皮肤像橡胶手套 找不到一扭扭毛孔 虽然脸小 但他头大 去沙龙店剪头发 一度被大家误认为 发型师在对着假人头练习 到了2019年 僵尸的72变 整容业绩直线飙升 微笑唇 针孔鼻 直尺发际线 全部安排 脸型就像从模子里 倒出来的一样 方方正正 规矩矩矩 孵如凝脂 面若桃花 我死了三天的脸 都不敢这么白 而从那以后 他的长相 已经不能按照 年来计算变化周期了 几乎每张照片发出来 都长得不太一样 前天后后 最少投入两亿日元 你还真别说 这对父子站在一起 别说看着像父子了 甚至都不像一个次元的人 cosplay连妆都不用画了 凭借这张混血般的 瓷娃娃脸 将是成功机身娱乐 是要有名气 虽然全世界都知道 他伤痕累累 唯独他自己 依旧坚强 严厉声明 自己从未整容 只是单纯 保养得好 什么整容呀 人家是成天然的 好不好 这都是画出来的 每天光化妆 就需要两个钟 平时除了化妆 还会进行一些保养 你懂得 人家对美容护肤 有些上瘾 每周就要花 六七万日元 接睫毛 纹眉 皮肤保养 我有一个小目标 不成为天使 事不罢休 啊 合着你没整 是我整了呗 僵尸 陶醉于自我审美 家人对这一张 盛世容颜 也很适用 尤其是其父 桑田真诚 我喜欢见到 逐渐变好看的僵尸 每个人花钱的方式 不一样罢了 傻别说了 医学奇迹 你那方脸蛋 是不是整的 是拿我铁厂长拍的 行了吧 收集整容狂魔 那就不得不提下面这位 狂砸四百万 做一百九十多次手术 龙鼻 提臀 龙胸 疯唇 只为变成巴比男友 甚至不惜 花一百五十四万 给自己安斥吧 眼前这个金刚巴比 叫吉德利卡·伽斯丁 1980年出生于美国 当时的他 还是个奶油小生 一股的少年感扑面而来 看得人心神荡漾 诗斑都淡了许多 然而这一切 在十八那年都变了 第一次接触整容 贾斯丁只是单纯的 想让自己鼻子翘一些 不料整完鼻子 又觉得嘴巴配不上了 整完嘴巴 又觉得眼皮配不上 思来讲去 他定下了个小目标 要变成巴比娃娃的 真人男友啃 确定方向好 贾斯丁强拉硬拽 做了九十多次手术 调整面目风唇 脸颊增大 脸型调整 五官差不多满意后 他又将目标对准身体 腹肌到位 肌肉饱满 小腿线条流畅 屁股翘的 可以顶起两瓶水 就连鬓脚都不放过 花十万元重整发际线 鬓脚做四十多次激光脱毛 精致到每根头发三日 为了追求完美 贾斯丁还做手术 去除前额的三条青筋 因为他觉得 啃娃娃笑的时候 青筋是不会凸显出来的 有青筋不够假 不仅如此 还花了一百四十三万元 在后背直入翅膀 坚决不锻炼不减肥 因为那样一点都不刺激 不迷人 可惜好景不长 因为填充物质 和贾斯丁的身体 发生了排异反应 如果不及时取出 可能会造成生命危险 最后无奈取出 2016年 贾斯丁前往美国 拉斯维加斯 拍摄一档电视节目 意外结束了 另一个整容狂魔 皮克斯 26岁 曾是瑞典的一名电工 后来转行做了模特 和贾斯丁 芭比娃娃男一有的标准不同 他梦想成为一个 真人版兔女郎 为此 他斥巨姿 整容17次 锯掉六根肋骨 胸围一度达到G兆围 我想要 锯乳风腰和性感的脸蛋 锯掉六根肋骨 只是其中的一小铺而已了 一见面 贾斯丁和皮克斯 心心相惜 不能自己 打算一起进行臀部手术 这还不是最炸裂的 来自美国洛杉矶的 22岁小伙 Vinny 哦 更牛车 他想变成一个 没有性别的外星人 为此花费152万 去除眉毛 眼窝加深 将小弟弟 小头头和肚脐 统统变消失 彻底变成一个 没有性别和明显特征的ET 拒绝被标签化 这是一种 先锋艺术 哦 是挺先锋的 凉瞎我的台客厅狗眼 男人因做人太累 净花200万日元聚腿 把自己变成了一只狗 吃狗粮 睡狗笼 到公园六弯 交狗友 主人就是他的女朋友 眼前这一大图名叫托科 日本奇遇仙人 打小就十分喜欢猫啊狗啊 这些四脚着地的动物 并一直幻想着自己有一天也能成为其中的一员 随着年龄增长 托科顺利毕业开始工作 不仅没有忘记这一梦想 反而变得更加迫切 我对于干什么事都不感兴趣 辛苦做人 不如潇洒做狗 2022年5月 30岁的托科终于攒够了钱 花200万日元 向一家影视道具公司 定制了一套真人大小的牧羊犬皮套 要求做得跟真的一样自然 把自己变成狗 这种要求还是第一次见 为了尽可能的还原 工作人员反复打磨 研究狗的骨骼结构 还收集了牧羊犬各个角度的照片 最终花了40天左右的时间制作完成 为了把自己装进去 看起来更像 据说托科还锯掉了一截腿 不仅如此 他还模仿狗狗的一系列习性 打滚 吃狗粮 睡狗笼 跑公园溜达 教狗友 只有狗才会做的事 能够实现儿时的梦想 真的超级幸运 站在一旁遛狗的是托科的主人 也就是他的女朋友 对于他的梦想 你有没有反对 甚至觉得很满意 每天都会带他到公园溜输湾 偶尔遇到异性要联系方式 托科就会拼命狗叫表示愤怒 要说把自己整成狗的 托科并非第一个 在巴西就有一个狗头人 为了把自己变成狗 舔一把做狗的感觉 男人自掏腰包 长了颗真正的狗头 将其口 鼻 眉毛 以及眼睛 植入面部 人狗互换 愣是把自己 从这样 变成了这样 有人说没过多久 他就将狗嘴撤了下来 继续进行其他造型创作 也有人说 他只活到了44岁 由于无法理解他的审美 许多亲戚朋友 都与他断绝了来往 世界之大 无奇不有 有人狗脸上开动 再叮叮上纹身 想把自己变成狗 变成老虎 这位可不得了 连续十年手术 愣是把自己变成了龙 眼前这位龙女 名叫伊娃 蒂玛特 梅杜萨 来自美国 亚利桑那州 1997年以前 她还是一位男性 父母在她五岁时 就离了婚 肌肤有严重的暴力倾向 导致她的整个童年 支离破碎 长大后因性别和性取向问题 她和家里闹掰 被赶出了家门 艰难地读完高中后 伊娃在休斯顿 找到了第一份工作 初来乍到 不太熟悉 她便给同在休斯顿的母亲 打去电话 希望能收留自己一晚 但被无情地拒绝了 无处可去的她 只能待在公交站点 没成想 一位男子主动上前询问 称自家就在街对面 可以去那儿住一晚 涉事卫生的伊娃 就这样信了 结果 等待她的 却是无尽的深渊 当晚 伊娃被男人及其朋友侵犯了 第二天一早 两人心满意足 给了75美分的公交钱 对方给予她的馈赠 不只是一整晚的收留和车费 还有伴随她至今的PTSD 十几年后 伊娃混得非常成功 不仅摸拔滚打 当上了银行经理 还领养了一个儿子 事业有成家庭幸福 但依旧没能从 那晚的阴影中走出来 需要终身服用药物 本以为人生已经够糟糕了 没成想 1997年 伊娃查出了艾滋 骑士铺天盖地 生命可能随时终结 她开始厌恶这一切 拒绝以人类的外表死去 因为她从未从人类身上 得到过任何的善意 由于儿子比较喜欢龙 最终伊娃决定变成龙女 为此 她先是做了变性手术 然后切除外耳 眉骨填充 拔掉32颗牙齿 把舌头分成两半 鼻子嘎掉一半 重新缝合 模拟龙的鼻孔 在头上做出八个大大小小的鼓包 也就是龙的鸡脚 眼球做了变色 象征着美杜莎的绿色死亡之眼 不仅如此 她还在全身 纹满了鳞片 为了让其看起来更加真实 她前后跑了 纹身垫二十多趟 每次都精益求清 目前为止 伊娃已经花了8.3万每刀 做了无数次手术 如愿以偿 初见成效 预计在2025年 彻底完成像龙女的转型 她知道很多人 认为自己是个怪物 但一点都不介意 声称 自己是得到重生的新物种 这是我的防御机制 我希望人们不要喜欢我 这样我就不必和他们一样 我就安全了 我就是我 我是我自己的造物主 破碎了家庭 受时的侵犯 患性别身份的困扰 疾病的折磨 最后为了孩子化身成一条龙 对别人来说 这可能很疯狂 但对她来说 却是涅槃重生 活成心中想要的样子 或许 这是她与自己和解的方式 这个美国男人最大的梦想 是变成老虎 为此 她27年花光积蓄 做了上千次手术 膜尖牙齿 垫高脸颊 切掉上嘴唇 在里面插入钢针 12年只吃生肉 努力爬树 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为 接受最多整形手术 让自己像动物的人 男人名叫丹尼斯阿弗纳 1958年出生 具有印第安血斗 他可不是由老虎养大的 22岁前的生活 基本与常人无异 上学 服兵役 当程序员 以此偶然的机会 丹尼斯和一位部落首领交谈 对方告诉他 保持传统非常重要 他就像是一种信仰 好比印第安人 会用彩绘的衣服和铁环 打扮成自己部落的图腾模样 从而得到满足 人家本想提醒他 不要忘记自己的信仰 没证想 丹尼斯深受启发 着了魔 决心听从心灵和信仰的召唤 做一名虎人 他先是在脸上 纹满了纹身 将头发染成金色 后来又觉得不够像 为了达到零肉合一 在虎与人之间完美转换 即两种生物最美好的一面 于一身的伟大目标 男人找到整容大师 大刀阔斧进行手术 重塑脸形 磨尖牙齿 整塌鼻子 鼻孔冲天 将嘴唇开成三瓣 留长指甲 甚至连耳朵都整成了 胡耳的形状 从1980到2007年间 丹尼斯共进行了 成百上千字整容手术 次数多道列入 吉尼斯世界纪录 按照美国相关法律规定 正规的整形医生 是不允许做这些整形项目的 因此 丹尼斯大多数整形手术 都是由人体改造艺术家完成的 每天清晨 男人一早起床梳妆打扮 借助铁钉戴上假虎须 为了保证这些虎须 一天都不会掉下来 他专门请人把这些铁钉 牢牢定在嘴唇上 十分牢固 铁打不动 忙活半个多小时 虎须安装完毕 男人心满意足 出门炸街 看着大家下巴 惊掉地上的模样 十分开心 除了追求外表一致 丹尼斯还要求 从内到外浑然一体 为此 他每天不停模仿老虎的动作 习性 十二年如一日 每天吃生肉 没事就到野外啪啪树 当然 他也不是一直像老虎一样生活 也有回归人类的时候 比如给别人修电脑 或者和两位女性约会的时候 下一步 丹尼斯就好在头顶 安装两个不锈钢支架 用来安装假虎耳 并给自己整个遥控尾巴 甚至想四肢着地行走 然而梦想还没实现 2012年 54岁的丹尼斯 突然在家中去世 死因不明 有人认为是他整容太多 意外丧命 有的则认为 他怪异的长相 无法得到认同 不能正常参加社交活动 最后自我了结去世